郭云申前辈教徒弟大实战的一个故事 首先在群里有个朋友问我 我们练传统的内加拳 行义拳 太极拳 能不能戴上拳套跟同学们 跟朋友们打打 他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三个角度为大家讲解 其实古代练习内加拳是非常求真务实的 特别是郭云申前辈 他教徒弟就让徒弟们穿上棉袄 穿上类随我们今天现在的户具进行实战 首先第一个咱们聊聊郭云申前辈的例子 郭云申前辈你向他非常出名 经常就是他在申县 一个小县城里面交了几个人 出来之后到了北京上海 到了天津 到了各个地方出来就是高手 大家都知道他有名 交的人厉害 但都不知道他怎么交的 例如他那时候交尚云祥 交孙路堂这些有名的人 他不是像我们这样刚交交战装推手 他真的就给这些弟子们穿上棉袄 戴上护具 当然腿上就可能是穿着棉裤 然后真打实战 经常就打着就骨折 或者受伤 受内伤 所以郭云申前辈他也会证古 包括古代的这些武术家都会证古 都会抓药 他们一旦受了伤自己就解决了 古人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练内加拳的只练拳 他们过去也是关起门来 自己吃苦 自己对打 自己流血受伤 只不过到了现代之后呢 很多人没有那个实战的机会了 而且有很多人他固执己见 不让现在练内加拳的这些人 不让练武术的人去练现代国际 那你更没有打实战的机会 也更没有摔跤的机会 所以大部分练内加拳的人就不出功夫了 能明白吗 其次呢 实战能力从来都不是打出来的 都是学出来的 那么体校的这些小朋友们 大概从小的时候开始上体校 到十四五岁 十六七岁 他们在体校里最大的时间 其实是练相互配合 对方一个直拳打过来 我侧闪开然后还击进去 他们两个人是互相的卫招 能明白吗 不停的喂 不停的喂 打实战呢 其实是一般是打轻实战 因为无论是摔跤也好 还是拳击也好 体校的教练都是有衡量标准的 不能让孩子受伤 受伤的话他没法去参加比赛了 假如像摔跤的 不小心一摔下去 把肋骨砸骨折了 这次比赛没有没法去比赛 没有成绩 老师就拿不到奖金 所以他们的实战 也不像大家以为的那么大强度的实战 大量的时间也是以互相配合为主 但是为什么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个擂台上的搏击 那么实战的强度那么大呢 是当这些小运动员们具备了 正确的技术之后 在一开始一定是学实战 他们把东西都学全了之后 各种技术 你像后撤反击 像二次进攻 像前手刺拳 各种步伐的变化 打奥运会都是这个 他们从小就学会了 当他们都会了之后 要和高水平 像省级比赛 像全国级比赛 想和高手对抗了 那时候就需要强度了 因为大家的实战水平 技术都差不多 谁实战的强度更大 谁平时训练的强度更大 他的水平更高 所以你看见他们打实战 特别的厉害 他们不是练实战练出来的 他们是从小一点点喂招 你喂我一下 我喂你一下 你摔我一下 我摔你一下 学出来的 那么第三 你用五行拳去对打 关键就是你的五行拳打的对不对 如果你五行拳练的 像我们内加拳几何学 那本书中说的你长方形一动不动 刚动手这种 那你大实战 其实大概率上也是抡起王八拳来 所以当我们弄明白这个逻辑之后 我们会体会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第一 你一定要学习正确的技术 你的五行拳必须要有身法 你才能够在实战中用 才能养生也能更好地提高身体素质 第二呢 古人虽然没有拳套 他也穿上棉制的护具 进行对打 也受伤 并不是古人 他刚像我们现在刚练拳 刚练套路 过去这样是不出东西的 第三呢 打不是你互相打出来的 你必须得跟会的人学 如果你跟着老师 他自己没练过打 也不懂打 你去学现代搏击 也比你戴上拳套和师兄弟们 去互护要强 你哪怕你去现代搏击的 拳击馆三打馆 你一年花上五千块钱 跟人正而八经的练上一两年 你练两年管事了 你知道吗 而且很正规了 但是在民间互打 就像跟臭齐搂子下棋一样 说句不好听的 越练越差 想学习更多的武术 内加权的内容 百度搜索 航超武术研究所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